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昨天呢 我看了我的战友Kelwin的视频 然后我今天我又看到了这个Uncle自演的这个视频 他们两个好像在辩论一个课题 就是说这个屋头会不会成为这个团结政府跟西蒙的包袱 然后Kelwin的主张应该是对的 就是这个巫统将会成为这个西蒙跟团结政府的包袱 然后这个Uncle自演好像他的意思是说 他不同意这个巫统会成为这个团结政府跟西蒙的包袱 ok so 我是没有安静去看他们的东西啦 但是我大概知道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啦 所以我现在我这里缠一脚啦 其实我的主张是 我是支持Kelwin的 因为我是完全的认同这个巫统呢 他绝对是这个团结政府跟这个西蒙的包袱 而且这个包袱非常的重 而且这个包袱呢 所带来的影响其实也非常的巨大啦 有德也有施 但是我相信呢 施会比德更大 ok so 怎样说呢 ok 我们要从119开始讲起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119呢 这个安华之所以可以做到这个首相 这个西蒙之所以可以上台呢 完全靠两方势力啦 一方势力就是东马的成全 就是沙巴沙巴尤其是沙巴 因为沙巴完全是看沙巴的 沙巴点头沙巴就跟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巫统 而且这个巫统的角色比沙巴更加重要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开始沙巴是跟不由丁了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巫统跟了这个安华过后 然后这个沙巴才调转墙头去跟这个安华 所以巫统在他一个时间点所扮演的角色是无可否定的 没有巫统就没有沙巴 所以这一切都是历史啦 没有办法可以更改了啦 OK 但是 虽然我们的大前提是 巫统成全了现在这个安华 现在这个团结政府 但是他所带来的影响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所谓的包袱是什么 OK 最大的包袱我必须说咯 巫统的主席阿曼仔 阿曼仔呢本身呢 是有很多不好的新闻 负面的新闻是让人勾病的啦 尤其是他案件的课题啦 这些因素全部加起来呢就是一个最大的包袱 所以西蒙呢现在也很难向人民去解释 为什么我今天还留着这个阿曼仔 我只能说啦 如果不是阿曼仔在依旧的坚持的话呢 今天首相肯定是没有定 然后今天副首相肯定是这个 那个谁 哈迪阿曼 如果我们允许这样的局面发生的话 这样我们把阿曼仔在依旧怎样的 哈哈 但是呢 甚至不能干涉司法 大家不要忘记这点啦 OK So 阿曼仔在依旧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包袱了 然后第二大包袱就是 巫统本身的形象跟定位问题 巫统一路来都是一个很种族主义的政党 有这个阿克马来的 闹到天翻地覆啦 我觉得这个巫统的整体形象呢 不见得在马来社会那边讨好 但是在非马来人社会这边啊 是凑到不能再凑了 所以啊 我只能说了 加了这个巫统啊 本来对于这个西蒙啊 已经是有一点扣分的了 然后 现在在家买这个阿克马匠乱搞下去 整个巫统对于这个西蒙 是在非马来人那边是扣大分的了 所以你现在说 华人的95%跌到变成85% 我一点都不奇怪 OK So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是很累头西蒙的华人 然后我也不奇怪 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了 所以你说 这个 呃 巫统对于这个团结政府的包袱大不大 而且呢 这个巫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并没有办法帮这个 啊 啊 这个西蒙拉到更多的买票 有增加一点啊 但是我很担心的一点就是我一路来我所主张啊 就是以前三角战的时候啊 这个西蒙只需要48000票就可以赢了 但是现在呢 是一对一 你必须要确保呢 这个巫统再加西蒙了 是大过50才会赢哦 啊所以呢 所以呢 现在很大的关键就是呢 这个巫统所流失掉的买票呢 啊 有多少过去果盟 如果流失掉的买票太过多的话呢 可能这个巫统跟这个西蒙加起来不超过一半 这是最胆心的 所以 呃其实呢 巫统呢 站在什么样的位置 最利益这个西蒙就是三角战的位置 就是回到19的时候 啊 这个 呃 巫统呢 搭三角战呢 然后呢 拉掉他 啊 30%的买票呢 啊 这样呢 这个西蒙只需要4成的选票就可以赢了 但是 这一切都只是假说 因为已经不可能成立了 因为这个团结政府已成定局 我们就只能往一对一的方向去想了 所以总的来说 我讲了这么多 讲了5分钟 我应该已经很清楚的 描绘了 这个巫统如何成为我们的包袱了吧 啊 ok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小费 是 close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